马太福音九章十二十三节 耶稣听见就说 刚见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经上说我喜爱连婿 不喜爱祭祀 这句话的意思 你们且去揣摩 我来本不是招义人 乃是招罪人 耶稣听见法利塞人质疑他 为什么和瑞利 还有罪人一起吃饭 于是他就说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这是要揭穿法利塞人 自以为义的面具 他们自以为自己是健康 没有病的 心意没有罪的 完全不需要医生 而连续可以翻译成 慈悲怜悯宽厚 另外希腊文也可以翻成 恩典仁慈良善的意思 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 你们且去揣摩 他原文的意思是命令句 就是你们去学习吧 耶稣在这段话里强调 内心对人有神的慈爱和怜悯 比外表的祭祀和敬拜更重要 耶稣常常责备法利塞人 就是他们有外表敬虔的样子 却没有实际的敬虔 他们自以为义 假冒伪善 注重遗文传统 看见妓女税吏 与耶稣一同吃饭 没有对罪人的怜悯 只知道批评论断 这会不会也是我们的问题呢 特别是信主久了 道理知识都懂了 却用来定罪别人 而自己连一根指头也不肯动呢